大家好,我是八戒 欢迎来到八戒漫谈美国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0年11月30号星期一 那么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第二轮说个反 与失业金最新最重要的消息更新 大家都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一周 是美国的法定假期 那么在法定假期结束的今天 也就是根据美国参众两院的复会计划 今天下午是美国参议院例行的一个会议 而在后天也就是本周三 是美国众议院例行的一个本周会议 也就是说在刚刚过去的11月感恩节 这样一个假期 目前双方联党已经会在本周一和本周三 陆陆续续的会回到美国的参众两院 开始他们的例行会议 而根据之前的最新的消息汇报 他们必须是在2020年12月11号之前 达成双方联党关于临时给予政府的拨款计划 而在9月份双方达成的临时拨款计划 把这样一个时间限制 是放在2020年12月11号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够在12月11号之前 达成新的一项政府联邦拨款法案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美国联邦政府相关机构 比如说国家公园或者是一些非必要开放的这些机构 就会造成再次的关门 就会造成大家没有办法去访问这些相关机构 所以目前根据以上时间安排的双方联党参中联院 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在12月11号之前尽快的达成新的一项美国联邦政府拨款法案 而根据美国参中联院这样一个议席议会 目前双方联党很可能会在本周三或者是是在本周五 最迟会在下周一一定会达成第二轮美国政府临时拨款法案 而根据来自NBC News的相关执行者爆料 目前双方的参中两院的立法者很可能已经会在原则上 同意一笔1.4万亿美元的大额的临时支出法案 而根据这样一个临时支出法案 以保证美国政府在2021年9月份之前 在财年结束之前都能够保持持续的运转下去 不会导致联邦政会由于没有资金而被迫关闭 如果双方没有办法能够在12月11号达成临时拨款法案 那么就会造成很多机构会被临时关闭 好比说目前移民局呢 他的资金应该也是非常的不充分 如果移民局被临时关闭的话 或者是移民局当中某一些小的机构会被临时关闭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有些雇员会被临时解雇 就会造成没有办法去及时处理大家的一些移民CAS 所以目前整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是被卡在2020年12月11号 双方联党目前的重心就是一定要赶在这个日期之前 通过这项1.4万亿美元的政府临时拨款法案 而根据之前的消息 大家应该能够看到 从2020年11月3号美国大选之后 虽然在大选之前特朗普政府一直是提出 要通过一个比2.2万亿美元更加大的一个刺激法 而从11月3号到现在到11月30号 目前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 根本没有展开一些实质性的关于第二轮书工凡的详细谈判 而目前这样一个谈判已经被从美国裁长姆努欣 已经是被委任给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那样 所以从目前这种情况来看 双方想在近期达成第二轮书工凡应该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最起码还会需要一个月 甚至需要到1月20号以后 那么根据南希·佩洛西在最近的一次讲话当中 他也是进一步透露 他非常的乐观 我们将会继续保持联党的合作精神 他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在大疫情的情况之下 必须继续前进 以保证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机构 我们的州政府 我们的城市政府 能够继续的开放 而且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 在洛西进一步的表述到 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法案 5000亿美元的法案 这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我们现在必须要坚持一项大规模刺激的第二轮书工凡 最起码要根据我们的法案要求 要能够达到0.2万亿美元 那么另外一方 在美国共和党麦康那样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到 在我看来困扰我们几个月的谈判障碍 仍然是存在的 我不认为我们当前的情况 由于疫苗已经是有良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不认为目前我们需要 要高达一个数万亿美元的一览子法案 因此我认为 我们现在必须要有一个逐步针对性强的 类似于我们在10月份和9月份 在美国参议院投票表决的5000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刺激法 那么在9月份和10月份双方投票表决的 在参议院5000亿美元刺激法 都是以民主党以完全的100%反对是直接把他拒绝了 而在之前脸次投票当中必须要达到60票以上 而目前美国的民主党都是纷纷投下了一个反对票 所以目前是以53比47根本没有达到60票一个多数票的门槛 所以目前也是根本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项 不管是5000亿还是连点2万亿的纾困法案 那么根据联党目前各自表态的5000亿纾困法案和连点2万亿纾困法案 巴基给大家重点是讲一下目前双方的重点描述不同是在什么地方 首先连点2万亿纾困法案是来自民主党 他们是要求继续的追溯到今年的8月1号 然后一直是发放到2021年的1月31号 给每个人失业金继续额外补贴600块钱 另外要给大人1200块钱的直接付款 另外给予孩子500块钱的直接补贴 另外要给予州和当地的政府 给予他们大概是4000亿到4300亿美元的一次性补助 这是民主党的连点2万亿法案当中最主要的内容 那么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5000亿法案 仅仅是能够给出从9月12号开始 每周额外的300块钱补贴 一直是发到12月31号 那么不会给予任何人大人1200和孩子的500块钱 也不会给予任何的州政府4000亿 或者是4600亿等等这些拨款 另外他们只会给予小企业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必要机构 继续给他们提供PPP相关的贷款计划 那么这就是以上年点2万亿和5000亿法案当中 最重大的一些区别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疫苗已经是逐步的上市 而在今天的美国辉瑞公司发布的疫苗 已经通过美联航的航班已经开始逐步的派送到美国的各个地方 已经开始准备在12月份陆陆续续就开始接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想要通过一个连点2万亿美元的说公反 这基本上是在美国参议院是肯定过不了的 那么目前双方还是僵持不下 根据目前12月31号到期这样的时间 会有很多的这些福利 会有很多的这些最后的截止这些 都会在12月31号之前会被作废掉 那么根据特朗普在这之前签署的行政命令 首先第一个就是学生贷款 已经是被延长到12月31号暂停 如果不能够有进一步的第二轮说公反的支持 那么目前广大的几百万名学生 可能就要面对这样一个巨额的学生贷款 必须是在2021年的1月份开始陆陆续续的偿还 而且他们偿还的金额 可能会比之前积压的贷款的额度 可能会更加的多一些 那么如果得不到另外一层保护的 那么学生群体可能会面临 接下来要申请破产保护 那么以上就是第一个学生贷款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在驱逐方面 那么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 当时是继续的把这样一个免语驱逐令 延长到2020年12月31号结束 那么不管是租客租房的 还是房东是做mortgage的 他们都能够得到房东和房东能够得到 他们的贷款银行相互的帮助 能够把这样一个按时还款的时间 把它放到12月31号之后 那么租客付租金的时间 按照规定也可以延期支付到12月31号之后 那么如果不能够得到第二轮说公反的支持的话 那么不仅是对于租客 那么更对于房东来说 可能也会面临美国在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 会发生那种大规模抵押品被赎回的情况 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美国的房价 会急剧性的暴跌 这也是大家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而美联储目前是肯定会继续放水 不会看到任何资产价格 特别是美国的房地产 住宅市场不会允许住宅市场价格继续下跌 那么很大的可能性 双方可能会继续的延长这样的一个12月31号到期令 如果不能够继续延长的话 那么就会要求租客和房东 一下子拿出来6到8个月的一次性的租金 或者是一次性的mortgage 直接是付给房东 或者是付给租客 这就会造成一个连环违约 如果是租客付不起这样一个出租房的租金的话 那么房东肯定也是没有钱去付相应的mortgage 这就会造成整个抵押品会发生一连串的违约 这就会对于美国的抵押品市场 对于美国的债券市场 MBS市场 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深层次的违约问题 这也是大家非常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那么目前估计如果真的不能够延期的话 大约受影响的人群 最起码会超过860万人 所以大家从这种情况来看 12月31号已经是越来越近 而目前联党对于法律官司 对于美国大选的法律官司 还是争执不下 而目前的特朗普也是根本没有认输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双方联党想要去达成第二楼出困反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除非来自民主党的让步 能够尽快的通过5000亿美元的出困反 如果继续咬着连铁2万亿美元出困反不放的话 那么我认为不可能在1月20号之前 通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出困反 如果是最快能够通过的话 应该是在拜登能够真正的获得权利以后 这样的话才能够通过 那么拜登能不能够获得权利呢 这一切还是未知数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来自美国参周两院复会以后 第一个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尽快通过第二轮美国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 好 那么今天的消息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有想进一步跟八戒交流沟通讨论的小伙伴呢 请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给八戒私信 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油管的朋友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